主張港獨的香港民族黨回應有關檢控港獨政黨的言論 民族黨的聲明說,政府在70年代後 從未以刑事罪行條例中的叛逆相關罪行提告 如果政府以這項罪控告他們成員的言論 等於自行將相關罪行送交法庭作違憲審查 至於公司條例,聲明說,民族黨合資格成為公司 如果申請被拒絕,等同政府非法打壓香港營商自由 破壞香港核心價值